那遇風這裡也有一個媽媽 因為老公外遇的例子 對 這個媽媽就是因為老公外遇 然後外遇之後就是打離婚官司 打離婚官司 其實這個媽媽是很不願意 跟老公離婚的 那那時候為了扶養權的問題 就是共同監護 那共同監護的時候 他們什麼時候點交小孩 就是有時候是媽媽送小孩去補習 然後這個老公不想跟他遇到 就是說你送過去沒關係 那比如說禮拜一的晚上六點 你送小朋友去補習 那他就從禮拜一的晚上九點 把小孩接走 可是後來這個媽媽就是一直想要 把這個婚姻給挽回 所以他六點送去之後 他就在那邊等 等到九點來就跟老公鬧 那老公就覺得說你這樣子 婚也離了 然後你還跟我鬧也不是辦法 他就跟安心班的老師講說 以後這個小孩 就我們來照顧 那你來接送的時候 你要看到我才可以把小孩交出來 他媽媽來 你都不要這樣子 後來他媽媽就有點 精神這樣就有點受不了這個刺激 老公跟人家跑了 然後連小孩都快見不到了 那那個時候他們蠻過分的 就想說你請安心班的老師 把小孩子送到地下室去 然後他爸爸在開車 因為爸爸經濟狀況蠻好的 再開車到地下室把小孩接走 那幾次之後他媽媽受不了 就覺得你們這樣子太過分了 他有一次就是要鬧 就是要按那個樓梯要跟老師一起下地下室 要把他們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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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要理論 對要理論 結果老師就把他擋住 就說這個是地下室 這個是你不能下去 他氣到 你不讓我下去 B1 坐電力上去就跳了 他下不去 他上去就跳了 跳了之後呢 他們就裝作沒事嘛 就繼續補習 他有一次爸爸來的時候呢 就發現小孩子被接走了 爸爸就很生氣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只有我能接小孩 那到底是誰被接的 他太太走了嘛 那到底是誰接的小孩呢 後來就是有一個那個 那個比較新的老師 就說可是媽媽來接啦 好可怕 然後那先生說他媽媽來接 哪個媽媽 然後他說就他媽媽 小朋友也說那是他媽媽 後來就調監視器 就看到就是那種監視器那種 好像以前勾搭起來 那監視器有點蕭馳的感覺 那個背影 長頭髮 穿長裙 就真的有點像媽媽 後來就趕快報警去找 找了好久 在兩公里外面的一個公園 那就看到小朋友半夜 一個人在那邊溜滑梯 那爸爸就說那到底是 你到底跟誰來 怎麼走這麼遠 他說媽媽帶我來這裡玩 就是有時候他是不願離開 後來他舉家 這個爸爸跟小三 就把這個小女兒 全部接到紐西蘭了 就是臺灣也不敢再住了 是 請教一下廖老師 像剛剛高刑警講 那個阿嬤的老房子 那個那個需要去化解嗎 最好 是 對 對 的